高雄市环保局长肖玉正 他在96年底立委选举期间 涉及会选以及诈领加班费 而高雄高等法院二审判决之后 肖玉正他是有期徒刑两年 尺夺公权一年 而肖玉正知道之后 他向高雄市长称取请辞获准 而他强调自己是清白的 坚持要上诉到底 他是高雄市环保局长肖玉正 涉嫌在96年立委选举期间 以公费宴请清洁队干部 被人质疑再帮特定候选人会选 一审被判无罪 没想到二审案情大逆转 高雄高分院判肖玉正 两年有期徒刑 赤罗公权一年 被判有罪 肖玉正立刻向市长陈局请辞 二审说判局有罪 那站在一个政务班的立场 我认为我总是 还是要去面对这些事 所以我当然应该请辞 我虽然认识对不代表 代表说 代表说我们是真的是有罪 因为涉及会选和诈领加班费 肖玉正97年2月遭起诉 求刑14年 市长陈局把肖玉正 从环保局长转调市府顾问 去年8月 地方法院一审判肖玉正无罪 陈局恢复肖玉正局长的职务 没想到二审判决出现如此大的差异 肖玉正认为判决有争议 坚持上诉到底 二审判决认为说 他们财信在检调时候的说法 那我从目前没有看到说 在二审刑 他有哪些新的误证 知道在什么什么过程 并没有啦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我个人会觉得很遗憾 肖玉正表示 辞职不代表认罪 他按三名基层事务官一定会上诉 捍卫自己清白 这边希望刘青石穷文 高雄报道 谢谢